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氛围 很多苗子从这个学校也直见被发现 嗨 大家好 我叫孙神浩 我喜欢下象棋 这个认识炮 按照我们炮的走法 走的时候走直线吃子的时候是隔子吃子 如果到第二个游戏的时候就不允许连环打了 然后到第三步的时候就加上了鞠 鞠可以吃炮 第一幼儿园开发了上下两侧的幼儿教材 他们通过七年的努力 认真的研究和积累 所形成的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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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适合孩子 嗨 大家好 我是张子轩 我参加了今年的业余渠王赛 我是小棋王 以象棋文化作为学校特色的学校 现在还有其他所 比如说我们广武镇所有的小学 现在都是以象棋文化作为学校的发展特色 农村的孩子他对五谷认知的更轻 距离更近 所以我们学校就因地制宜 让象棋文化和五谷结合起来 就制成了我们眼前的画作 这是我拿红豆做的车轮字的形状 从而演变成了一个鞠 孩子们通过象棋和这些文化艺术的完美结合 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 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创造性思维 想象性思维 我们广武镇就提出了象棋家的创造性思维 我们广武镇一共有五所小学 每所小学在象棋特色上都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广武二小 我们侧重的就是象棋棋子的自行演变 广武一小侧重于象棋的成语 然后四小是象棋的故事 六小是象棋的人物化 七小它就把象棋和简纸结合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政府配发的比赛用具 这个是棋盘 然后这边是棋王赛的一个logo 把全国象棋结于棋王赛 行阳预选赛 作为我们重点打造的一个群众性象棋活动的一个平台 那么总共参与的人数达到1200人 有15个乡镇 还有委居 组组织辖辖区的有单位内部的这些农民啊 职工啊 参与到屠龙当中来 五六岁吧 就开始在那些那个省城里的使用院 看那个老年人下棋 在旁边学下棋 这样学了三四年 后来在上屠龙高龙 到时候都没人吓过我了 大街上走一走看一看 包括路边呢 小区那样 还有这公园那样 不论是刮风下雨 冬天夏天 下乡气的人特别多 咱这次的银行城 在行阳我们往很产场 举办的15场 这15场很产是 我是天天是马不停地的 跑了这个产场跑哪个产场 连终跑了15场 2300年前 在行阳大地发生了一场 改变中国历史的一个楚汉战争 这场战争呢 也影响了历史象棋的发展 初代制度的象棋 与现代象棋 几乎是一模一样 因为楚汉界的缘故 行阳政府呢 还有行阳人民 有着一种责任担当 要把我们楚汉界这个国家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要发文光大 让它造福人类造福一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朋友们好 欢迎您收看相机世界栏目 我是唐丹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了 在这里呢 我们也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然后工作顺利 奇艺进步 在新的一年里呢 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 家庭和睦 和和美美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带给大家的棋局呢 是第六届碧桂圆杯 全国象棋冠军邀请赛 决赛的一盘精彩对局 对局的双方呢 红方呢 是广东的许云川 黑方呢 是来自杭州代表队的王天一 这盘棋呢 也可以说是决赛的第一盘 对 我们先来看这个队局经过 嗯 红方 许云川采用当头炮 然后跳马 然后黑方 黑方是选择了一个 曲头屏风马的一个 没有 他是强颈七 对 强颈七族 对 王天一呢 选择了强颈七族 对 强颈七族呢 就说这个大子的动作比较快 这说马二进三 然后红方 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嗯 走到这呢 就是以往呢 走俗三级也比较多 但是最近几年呢 可以说这个左马盘盒呀 比较流行 对 那在预赛当中的这个赵欣欣呢 就曾经走这个马七星六了 对 他跟那个特医大师洪志 对 下了一盘这样的棋 当时洪志呢 是之后 也选择了马七星六 嗯 这步棋呢 就说表现出这个王天一啊 就是打算呢 与这个洪方啊 这个采取短鸣相接的一个啊 积极求战的这么一种姿态 是 那许云川呢 也是接受了这个挑战 对 他直接兵武进一 对 张老师我看这期以往都是走 一个兵七进一 对 走这个呢 也比较正常 对 多一些 黑方呢 按当前流行的呢 一般就是走举一进一 形成这种常规的这种套路的较量 嗯 直接走兵武进一呢 也是可以的 就说的 洪方呢是来打算攻他 这个地方呢 就是逼迫黑方 这个盘和马要表态 因为你不动的话 我再撞你 将来对马呀 你这个盘和马的威力呢 就削弱了 是 所以他实战也是赶紧 就直接就足七进一 对 黑方这个兵七足呢 刻不容缓 对 洪方这个时候走狙二退一 他保证对这个八路狙炮的牵制 对 然后黑方拱掉 洪方接下来 洪方是兵武进一 对 继续兵武兵 这步棋呢 也有老普也有走狙二平四的 嗯 然后这个变化呢 就是黑方走足七进一 再吃掉 因为这个棋啊 毕竟黑方过了一个足 对 洪方呢不好把握 如果你走狙四平二 再拉住去 拉住的话呢 黑方这个棋呢 就可以摸这个足 先把这个足呢 冲下来 这个对 洪方有 将来破掉你一个势 洪方长狙捉呢 他就拱掉你 然后他再把狙击拉出来 对 这儿在布局阶段呢 就是黑方呢 可以破掉洪方一个势 洪方的后防线呢 也是有比较多的固棋 是 这种变化呢 黑方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当然 洪方没有这么选 嗯 他还是选择兵武进一 啊 来发动这个整体的这个进攻 这儿呢 一场这个 争先夺势的 这个激战呢 在所难免 对 这个碧果园碑呢 也是邀请了这个15名啊 这个现役的全国个人赛冠军的获得者 对 那么经过预赛的较量呢 最终是许云川 郑维彤 还有赵欣欣 赵欣欣 王天一 他们四个人呢进入了决赛 这个也是决赛的第一盘 对 决赛呢采用双循环的比赛 就说要下六盘棋 而排定最后的名次 那么所以说每盘棋呢 都很关键 对 因为这四位选手呢 正好也是我们等级分呢 目前就是全国排名前四位的选手 这个今年可以说是顶级的较量 对 所以说 这个棋呢 可谓棋风对手 不过这盘棋一开局 双方已经是大打出手了 对 红方 冰五棋 黑方 十四进五 红方 如果这个棋如果冰五平四的话 这个棋呢就是显得有一点偏了 嗯 黑方可以不像 黑方也得像 也有人走过 冰四平三 黑方这个时候可以通过泡花瓶酒 泡花瓶酒 正好对决 对 这个棋呢就是黑方呢 可以较为轻松呢摆脱这个牵制 如果你对了以后 你在盘马黑方拘一平四 黑方那个拘呢也很快 对 如果你躲拘呢 黑方先吃马 黑方拘一平四 将来也可以杀出来 所以说这个变化呢 黑方也是 黑方的出子速度比较快 不错 红方实战呢走冰五平六将 对那黑方也得向三进五补一手 对 然后接下来红方走拘二平三 来捉这个 马 嗯 这儿黑方呢这个中马呢就不再逃了 就直接足迹把这个吃掉了 拘三进二吃马 对 等于双方在布局阶段呢就是 短兵相见 嗯对 这个地方呢 黑方呢就是于大局为重啊 没有去平足拘 因为你要平足拘 他可能要炮五进一 对 张老师这个棋我当时还想啊 第一感肯定是足七平六 对 然后你炮五进一的时候 我还在担心这不是有一个 炮八季五 这个吃子的棋 对 那那你怎么判断这个棋呢 后来一想这个 这个您平时不是教导这个 这个子语式的这么一个较量 是啊 就是有时候一定要弃子争先 所以这个可以这个炮八平四 打掉 对换掉 这样子你吃马的话 就吃马 可能会具有平八量居 对 红方的动作很快 对 而以后也有炮四平三的这些争先手段 对 嗯 红方这个动作比较快 是 所以说这棋黑方呢 一般不肯这么走 对 他实战的话他这个 这个走法有些冒险 对他出子的速度 他看中了出子速度 对 他走了一个居一平四 嗯 红方呢这个时候呢 也要加强这个大子了 是 往西进五 跳马 黑方呢就居住进三 比较平静的呢 把红方的过河兵吃掉 是 这个双方也是各自把对方的过河兵给消灭掉 红方也是按照他的计划 左炮呢右移 这儿呢表面看起来红方是比较厉害的 对 对黑方的这个 炮三进七打底向 底向啊 这个威胁 但是恰好呢 黑方呢 可以通过这些先手呢 来这个与红方啊 对抢 嗯 先手 实战就是三中马 红方 接下来先鞠九平八 因为你先马五进四 这方 也有马三进五的手段 对可以马三进五 你推一步鞠他马五进六啊 他将来登着你这个中炮啊 这个就讲话了 选择鞠九平八 这儿呢是一个短兵相接的这个局面啊 双方啊 逃不了 对 如果你拒八进二江 你再躲鞠也是后手 作为红方来讲呢 也没有什么价值 因为黑方可以下底炮 将他他八路鞠过来 因为你要鞠八进一江啊 他要落实你要后手逃鞠 对 所以红方呢就要走炮三进七 打相 打相 这个棋黑方就回掉 然后红方就算平常吃掉 就算平常吃炮 嗯 他也吃掉 嗯 黑方呢再走马五进六 马五进六 正好这个鞠呢捉不上啊 这点 对 下午这个中炮就把你换掉了 你退炮 对方还可以马六进四 作为红方也没有所多 所以这个棋呢 可以说双方通过大量的交换啊 就是形成了一个核棋 如果这个王天一特大呢 就最四平五 对 吃马的话 很可能会简化成核 对 他如果先吃马 红方呢就几乎不好变 对 很很难就是 虽然是多一个向的优势 但是不足以赢棋 黑方呢 他实战呢就先走马三进五 对 等于是给了红方呢 一个选择变化的机会 对 那这个棋呢 作为红方来讲呢 这个塞后许行川呀 嗯 他在这个聊天的时候 他也跟我们说 他说他知道这个炮打底下 有一个核棋 炮打底下 他说这个棋呢 就是跟我们刚才的变化一样 对 一打向江 他 他 他 就要狙八瓶七尺 对 如果再吃狙再吃炮 变化跟刚才摆的呢 基本差不多 对 黑方也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啊 嗯 因为你炮到屏股 他可以麻五斤四 你还不好 这个棋就吃 就跟跟我们刚才摆的变化一样 对摆一样 这个棋如果吃这个的话 但如果之中 这个冒险 这个棋 红方应该是危险 红方 你炮打不出去 那个炮还不能狙八进七尺 你居五平二人家 可以炮二平四 对炮躲还老 所以说这种走法 少一个只有风险 红方是 红方也只能这个居三进二 对 所以说一打向呢 这个棋呢 就基本上是合了 那黑方呢 如果相五退七 红方 炮五进四 一打将 那出将 是不是一个杀 杀底是 红方可以薄像 这个地方呢 黑方呢 先丢一个像 还是比较危险 哦 那居四平五吃马 对 这个棋如果按通常的想法来看 要吃炮 他吃炮 暂时红方杀不了黑方 对 但是可能是一个合企 就有个炮看 因为你连续两步僵啊 你反而没有用 你把他这个老将僵到三楼来 他这个八楼炮守住了 这个棋红方还有危险 那反而很安全了 黑方 对 因为两个居啊 除了双区错以外 就没有办法了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红方呢不能去吃炮 嗯 红方这个地方他走什么呢 对 他走聚三平七 吃炮是何棋 嗯 就啊 我们先把这吃炮的变化给他剪完了 嗯 他推迟 红方这个地方可以利用顿措 将 然后我就聚再回来 再聚八推二 因为这个聚八推二本身 这不犯规 对 他下步棋 走这个平拘 聚八平七是个杀棋 对 你走这个也没用 我就补一招式 你走这个 我走这个 我先把你杀住 对 这个双区错挡不住了 对 所以这个棋呢走到这呢 黑方还要再下降 那么红方还要 再聚八进而将 所以说黑方这个都没有必要走 他就直接下降 再将再聚八推二回来 这是一个合棋 嗯 这个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个棋规和这个棋力 就这个棋要点在这儿 他争取能抢到这个位置或这个位置都可以 对 那这个棋 红方除了这招棋以外呢 更好的选择是不走 鞠三平八吃炮 他有这么一个特别厉害的招法 走鞠三平七 就说刚才我的意思不是 吃了炮准备再去八平七吗 对 等于现在我鞠直接一步到位 那黑方现在不能去鞠五推三吃炮了 他准备鞠七星二一将 在鞠八进去吃炮 用八路鞠去吃炮 直接这个鞠呢 就把黑方这个老将呢 控住了 对 这是一个双鞠错的杀棋 如果你飞向呢 红方再来吃相 黑方这个棋呢 仍然就是无法防守 这个炮以后早晚会丢 对 这个对攻呢 黑方速度不够 因为你下底炮 他吃炮 鞠八进去吃炮 你杀相 他支持 你点鞠 红方将来有个回鞠 他是解杀还杀 他将来这个鞠八平六一将 项五平六 是解杀还杀 这个棋对攻速度呢 红方是快的 对 所以说呢 对 这个变化呢 就是一个核棋 这个棋还是挺精彩的 对 所以黑方呢 走到这呢 也不能这么轻易去这个变化 所以说王天一如果走到这呢 也基本上就要接受这个核棋 就是红方如果炮在底下的话 对 那时代当中的这个这个许云川呢 他呢 也没有做特别深入的这个思考 撒后呢 许云川自己他也说 他说觉得这个棋要是核了的话 有点对不起观众了 也有点不太担心了 这么快 他就说我要还是要下得积极一点 对 把这个棋呢走得更多变化 而且他这个轻炮也是有一些威胁的 对 对黑方底下 然后呢 可以说呢这个 这个许云川呢 球变呢 本意是积极的 对 但是呢在黑方呢 走得非常紧凑的啊 应流雾的情况下呢 红方还是付出了这个比较高昂的代价 就是这个棋本身呢 就是应该打相 形成一个核棋 实战当中 红方就是直接走了一个退居 后来我也说寻川 我说你这个居马都拉住了 这个位置 不对 就这样按您说 就在从棋里上讲 这个不太合理 对 究其原因呢 可能这个比赛啊 比较高强度 对 大家有这个预赛啊 特别寻川那个拼到了 预赛的最后一盘棋 是 艰难的战胜了陶昂明 最后这个拿到了决赛权 连续作战啊 这个有点疲劳了 然后对这个计算也有点模糊 就是这次比赛呢 每个骑手都犯了不同的这个错误 对 但是呢 在所难免 最终呢王天一呢 还是夺冠呢 也是比较幸运的 是 好 那好 这个棋到底红方这个退居以后 黑方有什么厉害的手段 嗯 我们稍后呢再给大家呢 一起来这个讲解 好 各位喜友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 接着给大家讲解 碧桂园全国冠军赛 王天一对阵 嗯 嗯 许云川的这个对局啊 许云川是走到红旗 红方等于是退了鞠 那么王天一通过计算呢 就强行进马来进攻 现在红方呢 这个打向都不成熟 是吧 打向 呃 对对对 嗯 等于说 而且现在黑方有一个马路径7 吃炮的器 嗯 红方呢也只好 对 他计算平次 你看红方啊 这个为什么这不成功 他等于这个局退回来了 是 自己的鞠马形成了一千只 按说许云川这么高的水平 他不会看不到 好 但是呢 他可能就是当时呢 也是 比较 想求胜 对 过高的估价了自我的 这个 潜在的攻击力吧 对 因为这个地方呢 黑方不能走 降五平四 降五平四呢 这个旗呢 容易呢 这个出问题 就是说 红方先炮三进五 好 这个地方红方是一个 先炮呢 局部来看是一个 妙手 对 这时候正好不能炮二平七吃 吃呢 他一降 一降 然后有马五金六再一降 或者他最简单的 直接马五金四 就把你鞠吃了 鞠丢了 或者马五金四一走 你这棋也下不动了 对 或者 鞠一降 再马五金六 然后你反降 你只能落实 我马五金六就抽光了 对 这个打肯定不能考虑 那这个炮现在还是 他实战组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只此一手 对 他吃这个明显吃亏 吃完这以后 红方就把你吃了这个底线 杀一个空门了 所以黑方恰好有一个攻守前备 对 只能炮二平七 这招棋呢 就是当时许云川呢 可能忽略了这招棋的威力 对 那现在红方也只能将 将 他垫 对 同样呢 红方马五金六 马五金四有双选 因为这个地方知识肯定不行了 知识来不及 知识平五吃中马 对 白丢马了 红方马五金六和马五金四呢 双两个选择 马五金六呢 黑方也是吃一将 再吃马 有一个 对 但棋鞠人家不吃你鞠 这个棋吃鞠呢 红方还很厉害 有一个跳马 对 因为你只能 你只能这个炮八退一 对 炮八退一的话 他正好有个炮三进一 对啊 你要是鞠六平四的话 他将一军 再把鞠都吃掉 想把你鞠吃死了 对 以后他鞠马炮 比你鞠双炮要好 对 所以说这个棋 黑方肯定不能考虑 等于说红方想要马五金六 棋鞠的话 但是黑方不吃你鞠 对 他是吃这个事 吃底事 然后他再把马吃回来 然后再把马吃回来 这样呢 红方呢 也没有什么所得 因为你初帅 球公他鞠子平 我都可以守住 是 等于说这个棋 黑方呢 是能白吃一个事 对 这个事很大 因为瘸是怕双鞠 对方有两个鞠 实战当中呢 许云川选择了马五几次 那对方仍然是吃鞠 他如果吃鞠的话 红方这个马四金六也很厉害 对 你要马 你还得马四退二回来 那我就吃掉 然后他吃掉 泡四瓶三 泡四瓶三的话 他可以跳马姜 他先泡滑鞠一吧 反正就走到这个 他退 姜 姜出来 然后他泡五瓶六 这个棋 红方厉害 红方棋子有公式 有一些公式 他退底线 这个地方呢 你如果鞠六斤二 那可以鞠退回来 鞠八斤二 是个杀棋 这个 他可能还得鞠六瓶五姜 鞠六瓶五不飞七向吗 没用啊 对 飞七向的话 他如果上将吧 他可以这么降 这个棋我倒摆了一下 红方有的灯像 这个棋啊 对攻之下 红方厉害 这样 因为你知识 红方有鞠八进三 底下捉跑 连续这个追击 他将来这个 还有点二楼炮江的棋 反正这个棋也很复杂 对 炮流进气有机 你知识我就下底鞠 所以这个棋呢 是黑方的杀过红方 对 但是黑方呢 不给红方这个机会 黑方选择一路 比较稳健的走法 对 他实战这样的 他没有吃鞠 他就选择鞠四进三吃鞠 这个非常简单 嗯 炮在这儿 对 红方只能上帅 然后黑方就炮八瓶九打开 这个走的非常的稳健 对 红方这个点呢 不好拦 他去叫杀 黑方鞠一江 他就是 黑方也只能将 红方对鞠 对 这样把这个鞠对掉以后 等于红方的攻势呢 就化掉了 对 黑方这个地方呢 可能王天一当时走的 也是有点过于乐观 对 他实战满四退六 对 这个退马呢也是占优 但是这个优势呢 有所减弱 对 这个骑应该走马四进五 这个马 马跳中原 红方这个马就没有好路了 因为你再将他就可以电鞠 对 你打这个不行 他十五进六 怎么说这个马以后回去以后 你这个马回去呢 黑方可以走炮九退一 来这个调度 因为你拦不住 你拦他十五进六 对 他下不炮九平六 就太厉害了 这个棋红方是 肯定是杀不过的 对 那实战呢 黑方走的比较稳 黑方呢实战走马四退六 对 马四退六这个棋呢 就说的偏稳 对 红方这招棋 最关键的应该走炮三退一 这个棋还能下 退一防守 如果你点一将我支持 然后你炮退一 我下帅 如果你退鞠 然后红方有一个鞠 八退二 这个棋就说的抢手 对 与红方与黑方呢 还有最后拼命的机会 是 如果你鞠子平鞠 我走炮三战 这个棋非常 对强心进炮 这个棋作为黑方来讲呢 不能太乐观 对 形式是不错 但是没有说绝对 这个胜利的把握 因为红方毕竟存在着 一些这个战术的反击 对 那实战他没有选择炮三退一 这个炮三退一 这个炮三退一没有走出来 这盘棋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是红方 这个中盘的这个 一个能够寻找对抗机会的 这么一个最好机会 对 他实战当中呢 他走的即马叫江了 对比较着急了 跳马江 对方一点 然后再马七退八 他又一江 江 只能是自己用 他退炮一叫沙 对 红方也只能下帅 对 然后黑方这时候 王天一 我觉得下的很老烈 他不吃事不行 吃事他有炮三级 他先把这个马呢关住 对 这样子 红方这个最威胁的一个马 给控制住 他进帅 对 然后他居四平三 这儿的局面 大家就很清楚了 对 黑方等于完成了这个积极的防御 对 红方没有攻势了 就是从一开始的攻势 到现在就已经被化解掉 对 最主要是红方缺了一个势 缺了一个势 他后方不稳 黑方现在在完成防御以后呢 就进行这个直接的进攻 因为把红方这个攻势呢 全部防住了 黑方走的就比较简单 就把兵吃了 实际上这个地方 集团瓶器也很厉害啊 是 他就直接吃也可以 那红方这个马憋着 对 他现在又不能碰他 你一进人就等你 将来过于吃 对 都把你实际上吃了 只能他赶紧回马 回来找最后一些机会 对 黑方也很简单 一拱 一跳 一桌 一退 然后他居五退三 对 等于黑方呢 等于把子力啊 位置都卡好了 现在就是多一个三路族 再多士 这个齐多两个物质力量呢 对 作为这个顶级高手来讲 这个就是取胜的 非常重的这个砝马了 对 现在红方也是这个局面 也很难防守 对 他就走了G8退6 对 他继续退回来 黑方顺机做足三进一 正好过足 然后他G8尖二 对 因为他手也守不住了 对 马斯金三跳 然后他走了一个平须竹 他先竹 对 先竹也可以 他就是说你跳马 他杀一将 他继续来吃他这个物质力量 对 他一将 然后他落实 他马斯金五 对 这个旗呢 就说的 红方呢 可以说 没有这个 更多的威胁 主要黑方的位置呢 全部卡住了 红方 强行送炮啊 这个在局部呢 徐云川呢 走的也比较顽强 对 但是呢 毕竟呢这个棋啊 面对的都是顶级高手 还是物质力量少的太多 对 这个看似黑方不好解了 实际上黑方呢 很简单的一个 对 插象惊人 对 把象律飞起来 你挂掉马挂不了了 是 那红方也只好把这个 再把狮子吃回来 马抽回来 嗯 这样呢 就 简单化了 等于黑方呢 确立了一个 多势多向的残局优势 对 只要黑方走的比较 把劳的话呢 红方这个棋呢 是很难求 因为这个鞭兵 保不住了 对 他走巨八禁一 他拱鞭组 因为你巨八禁一走不上 如果你巨八禁一 他狙击平五 这个红方就丢子了 对 如果他先平居呢 红方有退居 所以红方就先把这个兵吃了 对 黑方再把鞭兵吃掉 对 这样呢 黑方眼看着 这个子力呢 就形成了这个绝对的攻势 对 红方就没有办法了 最后巨九平五 他一僵 然后他足一进一 对 足一进一 他马五进七 他要平足 对平足 他巨五退一 他一僵 僵 上一僵 最后再走炮就退四 王天一走的比较简单 就是强行对炮 物质力量多了 或是简化局面 这个棋 这个棋呢 反正之后的变化呢 也不重要了 后来红方呢 又象征性的坚持了几步 是 后来他这个市值起来 他去退回来 把这个中市就吃掉了 对 这个棋呢 总之呢 对 这个 最终的这盘棋呢 是黑方取得胜利 最后几周期呢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这个赘述了 总之呢 王天一这盘棋啊 取得了胜利呢 对 为最终呢 夺冠呢 也是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是 因为四大高手啊 这个双军方的比赛 赢一盘就很重要 对 赢一盘就很大 对 这盘棋呢 许云川呢 当然说也是为了精彩的这个表现 是 使这个棋局呢 这个难以把握 但总之呢 这个中局一段的双方下的 还是非常精彩的 对 好 再次感谢大家的这个收看 也感谢大家在这个新的一年里 来继续关注我们相机世界 关注我们相机的比赛 好 朋友们再见 好朋友们再见